謝謝 原本的題目是寫這個 Webpress Put-in 開發 中途記 但是 想到一下 不是 我們正面一點好 這個是冒險 不是中途 Webpress Put-in is an adventure, not a track 我們因為工作關係 做了一個Webpress Put-in 去到現在大概明聽了五年 五年之間 你以為五年一定很有經驗 聽說就是我每見到一個issue 或者想說一件事 就覺得我完全不知道是甚麼 這個就是我分享一下 因為不知道在座是否大家都是寫通 可能我會險淺一些 希望大家都聽得明白 分享一下五年之間 我大概中過甚麼冒險的地方 講一下 我的gender 大部件 當然有故事背景 一開始就講一下 新手會成為人物資 接著出了新手圈 就會遭到很多不同的 有趣的問題 不是怪獸 最後就會講一下 一些比較大的項目 和比較近大的項目 看看大家會不會之後 會不會知道 講一下我的put-in和羅哥 我先講一下 我們的put-in叫做 現在叫做WebV Press 是一間香港的WebV 就是based on Litecoin的過程 Litecoin是做甚麼的呢 是一個專門設計給一些 分散性出版 內容創作者 例如寫文之類的 你可以利用這個WebV的技術 把你的東西放在這個區塊上 記錄你的創作是甚麼時候寫的 有甚麼metadata 還有這個 如果他又想付錢給你的話 應該會怎樣做 中間的一個就是 我們選一間公司 要Like一下 Based on the team 就會做一些MFT 我們MFT很悶的 我們賣書也賣品 沒有hype的炒不起 但是如果你是寫文 你沒有想把你的東西放在區塊鏈 你用MFT幫助你 非常歡迎你進來 我們心態裏 把你的品和書 我們會賣書 電子書加上MFT 我們會做甚麼呢 就是叫WebVPass 就是把一個外掛 將一些WebPass 用的寫原文 方便他們 將他們發行成MFT 放上一些分散式的儲存 以及將他們的資料 登記上區塊鏈 所以 這個就是整個 我們外掛的backline 講回這些 為甚麼 你要先寫一個WebPass 外掛 例如說 平時如果我保持一個WebPass 的網站 通常你剛剛起的時候沒有什麼 但去到一年多年之後 你要發現 我整天要改一下 一些PHP 例如說 我Google Analytics 我找不到一個很好的外掛 將那邊的標示 摺到Header 我又打開FTP 改了項目 我的FOOT打 我要插掉 不知甚麼 Code 例如說 我要改一下FOOT打架 價值的名字 我的FOOT打架 又改不到 我又改一邊PP 長期下去有些問題 第一 你改一些東西 第一 你不可以很簡單 你開掛它 就是改完之後 你要記得放在那邊 拔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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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記得 你一年兩年三年 當你三年都記得 自己改的 第四年還記得 你加了多少個Header 多少個Footer 你是完全取得不好的 那用外掛的好處呢 你把所有這些東西 放在一個外掛裡面 外掛呢 就是分開的 和Wordpress 不同的pc file 那很簡單 去外掛的項目 打開就有你的改動 關上就沒有你的改動 就是這麼簡單 那如果有東西爛了 你必須拆掉外掛 它是不是跟外掛的事 那沒有東西的話 就不花錢 那一個分開的關系 那你打開外掛 file 你會立即看到 你實際上說的甚麼 那你就不用 例如說 你要交接給別人 那究竟你 例如說一個customer site 接下來改了甚麼 那一開過就知道 那不需要 炒一輪 那我改了甚麼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 那如果你是用PHP的話 你改了一些 Wordpress core的file 那如果它升級的時候 改了你的file 那要不你升級不到 那就麻煩了 要不它又蓋了你的改動 那其實你都不知道 就是突然間我GA不見了 你甚麼時候才知道呢 你下個去看GA的時候才知道 那我整個去都陷入了 那就麻煩了 那所以呢 外掛就不只是放一些 很喜歡社訣 或者我公司要宣傳自己的東西 那你自己在一個西宮那套 用外掛也可以做一些方便的建設 可以做一些方便的建設 那你開發者的話 要做更加簡單 我寫了一個很極的功能 全世界的黑色中的裝 我肯定是這樣 那立即寫一個外掛 發布出去 那全部人都可以用 那如果你是公司的話 那像剛才那樣 我們想方便些用到 我們新派的產品 那你如果寫了一個外掛 那它們一裝 就可以很簡單地 去你的公司的產品 我肯定用到這些東西 那這個US就會非常好 那剛才說了外掛的好處 那其實呢 那聽手呢 Wordpress都覺得 寫外掛是很大的物件 那它又有換著新手指納給的 即是叫做tune handbook 那想看的話 裡面就有很多複雜概念 但是呢 最主要要知道的 就是外掛主要是 主要去補养的一種功能 一種就是hook 就是 Wordpress當它做某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 放一個功能進去 令它做的東西出來有外用 那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 我寫完篇文 我寫完篇文下面 都要寫說 這個 歡迎大家過來我的post 到 讚 分享 comment 那如果我每一次都要自己手上貼 的話 那就很煩的 但是呢 如果我hook 一個hook叫做content 的話呢 就是每逢我的Wordpress 網站 打開一個post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在content 下面加一句 那每一個你看到的post 都會多了一句就是 讚 分享 另外一個非常有的post 就是hook header 剛才說 我要假設你 那我一定會放到Header 那 尤其是呢 你hook header的話呢 就可以將書記號 放到Header 那我就不需要去想 究竟放在哪裏 另外一個就是API 例如說 我們那個外掛 就是 自動會把一些post的content 放到 一個我們合作網站 叫做Headers 另外就是 都可以將它自動 backup到一個 網絡上 就是平時 你找不到那個網 在哪裏 你會去reband machine 那隻網絡上 我們做一個外掛的目的 就是方便一些 文章 或者是一些 叫做媒體 將它們的文 一聲音那一下 立刻在wordpress 放上 規記書那裏 那大家都看到 就不怕 主要是 這個是最複雜的部分 我裏是整個 一個wordpress外掛 有三個 很old school 的 componer php 負責 server java 就負責 這個網頁的部分 css 就負責 令它漂亮的部分 這個 大家大概知道 這樣就好了 因為之後你快要打大腦的時候 不見了 現在有沒有這樣 這樣 不想你 就這些 要set up wordpress的網站 也有 推薦你應該 要去 用一些 border play 它已經整齊好 給你 你改變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這裡有個 重複位 它推薦了五六個 有四五個 都是五到十年 這麼古老的 你一開那一刻 你知道 後面訓練的時候 就很麻煩了 我便會建議 我後面的 和另一個 有些東西是很舊的 有些東西是很新的 如果你開發的時候 就可能多點問一下 community 歡迎大家問一下 身邊的所有 開發者都會問一下我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 wordpress裡面 它所有pxp的code 都是share在同一個name space 那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的功能 和其他putin 或者wordpress的功能 撞名的話 就用一個這樣 一個 例如說 我的功能叫做fool 隔壁的人的功能 就叫fool 至少一個會難過 所以 它有一個很搞笑的 推薦就是 你一是 把所有的功能 都加一個 prefix 就是加一個 你覺得要用一點的名字 就是 叫likoin fool 然後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我這個功能叫做 make a presentation at workhand 我就會所有 叫做likoin make a presentation at workhand likoin make a slide at workhand likoin believer 就會很煩 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 我用object 但是 你又發現 剛才的board up king 就不是用object 是用prefix 所以 就是很神奇的 對於我們作為開發者來說 但也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裝完一個外掛之後 突然間 你上網有些很神奇的東西 爛了 有一個功能見了 那會不會 原來 這個功能 一個component 這個叫做 gobalning place的問題 一會兒會說到 我會用security的問題 我剛才說了 web外掛有什麼功能 那應該怎樣開始 就有什麼要留意 所以 我寫了很簡單的 加一個ta header 去 我西路由 我怎樣可以分分給別人 也有幾件事可以留意 第一就是 所有wordpress的外掛 都必須gplv2 compatible 為什麼呢 因為wordpress是gplv2 根據的license 因為gplv2是copylab 而且有傳染性的license 即是 它是open source 你用它 你必須要是open source 所以你的外掛要發佈的時候 必須要是gplv2 compatible 就是open source 而且都是有傳染性的 那 這個我要留意一下 不過我作為一個開發者 我很建議大家 什麼都是open source 是一個好的practice 這個 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分開一下 我之前在open source說 說過了 另外就是 你這些code 必須要是human readable 那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你不可以compile 就是a.b.c 然後放上svn 然後就說 我出了這個東西 那個source code 在這裏 走到的了 那你就說 我就在open source 沒有人都明白是不算的 但是你說 喂 那我不是要寫 沒有print的java 我又要寫個IE9的畫本 又要寫個chrome的畫本 又要寫個fileforce的畫本 又要寫個chrome的畫本 那你剛才說的 跟你剛才那類的畫本 是做了 還有這個 你的功能是正常的 亦都不是一些惡意語言 那最後呢 就可以把你寫好東西 擺在svn 那就可以在wordpress.org 找到你的外掛 那呢 剛才說了這麼多 我問的東西 其實是前面來的 那對於改革者來說 你寫完你的外掛 有真正的報業才會開始 那 那怎樣開始報業呢 那 那我收集了一堆我們的用戶的問題 那我每一個都跟一個 嘗試的問題 那當然有些是 十方向的媽媽 那些是嘗試的 那 對時下關係 我只選了幾個 要不然其實很多個問題 那第一個就是 啊 我用pd5.2 那你的範圍就難了 然後呢 用了你的pd就難了 那我不知道大家明白 這個作為一開發者 叫做pd5.2 是什麼感覺 那就是我五年前 開始寫的時候 pd5.1 那大家都敢錄的 那但我一出外話 就收錄的感覺 可能我心裡就 哇 真的有人用IE錄的 那怎樣看到它的結束呢 那 首先知道就是 wordpress 其實是可以很大的 pd5.2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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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寫的時候要留意 就是 你用作為一個開發者 或者是一個 sight owner 扔到自己的sight owner 很方便 一個方法就寫完 那 那 那 但是會不會 有些pd5.2 原來不可以用一個審的sight owner 原來不可以用一個審的sight owner 我寫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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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那 那 就是 算了 我也一定要用一个 就是 我寧願要寫得 prayer 那 我都需要所有pd5 would去行 跟你 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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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呢 你可以在nd opcode 的時候就是 我就說我是不支持PHD 5.6以下的 但是也有人選了我 所以就 大家盡量避免這個問題 作為一個細工大學 經常都有人會覺得 我升級PHD的話這些東西就全都拿了 但是你不升級PHD的話 經常都會有一些這樣的問題 就是有一個開發者覺得應該沒有人用的 然後你就炒大了 那便宜你升級 效能上會好些 安全性質一般會好些 細版本升級一般都沒有 不過我會換衣服去開發者 第二就是我出完一個PHD 我其實有一個中英版本的人有文日 突然間有一個沙律梯說 你的外貨本能真的很棒 不過我的人全都拿西班牙文 那怎算我呢 可以說一下 Wordpress發音和Wordpress in general 都有一個很方便的翻譯功能 就在傳四方Word 下面應該是我們外貨的 就看到中文那個翻譯功能比較好的 有些日文很大的 已經是翻譯功能 但是這是甚麼來的呢 你按進去一個語言裡面 說中文 那就會看到 左邊是它原本英文的strain 右邊呢 就可以任何人 都可以提供一個相應的語言發言 即是有哪些中文來的 那就不一定是你 或者不一定是某些命令人提供的 你任何一個路人 你開一個Wordpress.org的帳號 你說我食中文的 這樣就可以打一條東西進去 那就是說 那一套公司就是自動地板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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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可以一人過來批 就說這個翻譯是準確的 那就可以成熟了 那但是反過來 你作為一個開發者 你就覺得 我真的懂得中英文 那當然我自己回去 就馬上出門了 但是呢 Wordpress的制度不是這樣 Wordpress的開發那邊 和Wordpress翻譯那邊 是兩個不同的組織來的 就是 有一個叫polygo team的東西 他們是負責管理所有 Wordpress的core Wordpress的外卦 的翻譯相關的事件 那這個是他們的組織圖 那但是 那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呢 你實在是一個外卦 你是一個中 你懂中文也好 你懂日文也好 你想翻譯中文或者英文 英文 中文或者日文 那我說呢 你必須要 整好你的portfolio 我已經翻譯好 我這個中間的版本了 submit去你自己的外卦的page 等一個有permission的人 即是local manager 看過就說 哦 原來你真的懂中文的 那你才可以翻譯自己的外卦 而且呢 是每一個語系都要做一次這樣的 submission 就是說 中文有分幾種呢 簡體 繁體 繁體有分幾種呢 香港 台灣 西加坡 我不知道這簡體的範圍 那這裡至少有四種 那你每一個呢 都要分別找到他 他用care manager 去批准你的翻譯呢 你才可以管理你的外卦翻譯的 那這裡呢 對於開發者來說呢 或者是一些比較傳統的 社會員來說呢 就覺得很奇怪 但是這裡都確保了 wordpress翻譯的質素是一致的 所以大家就見人意志 這個提供不到 那其實呢 剛剛說了 每一個人都可以提供一個文化翻譯的 所以其實呢 你都可以幫忙翻譯這個 有一個任何的外卦 或者是wordpress本身 一些call的文化 例如說 剛才說了 哇 中文有四種 那我們先說 凡在中文100%翻譯的 那它明聽了 都很活躍的 那 減起中文都是很活躍的 那 甚至有千多人 參與了這方面的 但是香港中文呢 就比較穩定 那所以如果不想這個 香港中文 被人的印象 就說 沒有人理 沒有人聽了 那大家可以踴躍 這個 剛才翻譯wordpress的網站 就幫忙翻譯這個 香港中文版本 那 之前都有一段 會有一些 因為香港中文 好像沒有人理會 會被人提供了 所以這個 的確是 希望大家可以 看得出來的 那另外就是 你正在利用外卦 那是英文的 那你聽聽也好 你會不會幫忙 他有一個 香港中文 或者談論中文的畫門 有的話 都可以走入那個 外卦網站 有一個 目前提供你 的 那你按 協助改進 本地的文化 那就可以看到 投資 查四個畫面 那就可以幫忙 叫你喜歡我的外卦 那 那 我用一個 叫AAP的東西 然後呢 你的外卦 有個iPhone 不爛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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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AAP呢 那 那 有時候 Google搜尋 按完那個鈴鐺 你發現他不是開過網的 你是開一個很簡單的 簡法文字版 大大字 叫AAP 那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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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背後 技術 不只是 D字簡單了 或者是 D字小了 那 那 其實會有很多東西改變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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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說 你說 對 那 也 你 那 那 那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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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東西在我的電影裡爛了 我還想要電影給你爛了 這個最開發的地獄是一個本 例如想一下 Gradpass.org有多少個不同的電影 每一個電影都有機會爛你某一件事 你用一個外掛是保安面具無限的 但出奇地 這個案件很簡單 我只要把我加的東西 加一個叫Friker的Extremant Hat 究竟是什麼事呢 原來有一個叫Block的東西 即是有一個叫Block的東西 7年之後Block的東西就變成非常方便 之後這個案件我會說了 其實還有很多個報告 報告無時間 我就跳一跳 如果這個遊戲的話 我會叫你買DLC的 剛才說Block什麼Block呢 開始打大佬了 Block在座 如果是有些聯織用的Plex人的話 你會知道以前那個不是本行業 現在是一個星期的本行業 如果是剛開的話就可能不知道 本行業是一個Block-based editor 甚至可以幫你做Fullside editor 它是5時開始才出現的東西 剛剛去踩界的 我出現了黑眼鏡就要改的東西了 究竟我現在還用到的叫做Fullside editor 有什麼分別呢 兩個大分別 一個是Editor的Siber 現在就變成一個Modernized的Siber 第二個就是你的文章不只是寫文 而是寫了Block 先說一下Siber 這個應該是傳統的Carset editor 以前Carset editor的外觀的分數 就會在下面加人 叫做Metabox 你會看到傳統它是下面加東西 其他人可以找個成分 新的就是這樣的 左邊的Editor就變成Siber 有什麼分別呢 Metabox其實就是一個 或者這麼說 Carset editor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HTML form 你加到Metabox就在下面加些Full 對於我的推閥者來說 很開心 我加一個格子 在你的那張表裡加兩行 我就會在那裡改掉的東西 但是呢 如果是Siber的話 在右邊就會看到 Carset editor 按Summit整個Page Reflex 因為你把整個表格 加上它的Siber 我就可以慢慢在PagePage 在本林佳 右邊那個 是一個我們叫HR的東西 即是叫現代一點的 App就變成SBA 即是說你按了這個按鈕 是沒有方式的 整個Page不會Reflex 你要把所有東西 都要在你前面的網站裡面 用JavaS去處理 簡單來說就是 原本交章方 就可以回家睡覺 等它回來的東西 現在就要來來回回 每一個Case都處理 例如說 我要加A格 B格 C格 我要寫三條分順 所以由一個簡單 Hat HTML 就叫做 我要寫一個 基本上一個迷你的Web 在右邊 所以這個就是好地用的 但是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你的用戶體驗 就會變成非常之好 因為你要按一下 就要整個Page Reflex 而且你在右邊可以做 很多一些目的 即是衝動 第二 就是一種叫Blog 什麼叫Blog 剛才我發了一句Sock Code 以前的Case Editor 會在Front Card 裡面打一些特別的Code 去提供一些不同的功能 例如說 我將EyeFrame 在一個文章 如果是Sock Code 我就會打Front 加LightCoin 但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永遠都不知道 一個外怪有什麼Sock Code 它寫得好的話 它會在Weekly寫 它寫得不好的話 原來有人知道 原來是有一個Sock Code 你可能用的五頁都不知道 但是 如果在文章裡面 它會把 加上一個Concept 叫做Blog 你見到 左下角 你可以選擇一些不同的Blog 你加上Blog 你就會 看到 右邊 就會Enter 看到這個Blog 所代表的功能 或者UI 有什麼好處呢 你Search 就可以看到 一個外怪 有什麼Blog 所以慢慢去叫 它的Weekly寫 有什麼功能 我不知道 你可以在右邊的框裡面 在Sock Code裡面 改一個Blog的不同 Parameter 就是說 我要大的 我要小的 我要迷你的 我要改一個ID 全部都可以用一個換我 做 所以剛才我就說 對於開發者來說 是一個惡夢的SPA 其實對於使用者來說 體驗會好很多 如果你做得好 要整個Blog 要怎樣 哇 很恐怖 你要加一個Blog 就有一個Blog 做得非常 去Define for behavior 它是很有趣的 一個Blog 在Editor裡面 看到我的版本 以及你出街 看到的版本 是分開兩個不同的 Logic去處理的 就是有可能 你Edit的時候 就是說 這個YouTube 可以擺MARL 就是一個編輯的面板 你發佈了你的文章之後 在外面就會看到 原來是一個YouTube And Player 就是它容許你 是Define for behavior 這個功能 是挺有趣的 但用途的話 我可能留意一下 你用的Blog 在編輯器和上街的時候 可能沒有 另外就是 一個Blog 它有不同的Variation 即是 大版、小版和地版 開發選擇是很方便的 用來其實也不用管 你看到有什麼Blog 你試一下 按完之後 有什麼功能 周圍怎麼加呢 就可以了 第二個大腦 就是 Security Wordpress 就多Security issue 就是多CVE 但是 你會發現 其實通常 Wordpress出事 報道到處都是的問題 不是Wordpress Core出事 是某一個Wordpress外掛出事 例如說 最近有印象的Elemental 很大惡的WooCommerce 通常都是Wordpress Core出事 那為什麼外掛出事 會搞到這個Site呢 剛才說過 Wordpress的所有Page P Code 其實都在同一個Space 即是說 你外掛可以隨便 改走破壞的東西 你的破壞可以不信心 改走破壞的東西 在現代的Software 英訊來說 這個又是惡夢來的 但是 我們可以怎樣 分析這個issue 其實 你可以玩一個feature 為什麼呢 你因為一個外掛 你自己寫的 可以隨便改到另一個外掛的東西 意思是 你可以做一個外掛的外掛 而不需要去批准 例如說 我去WooCommerce的東西 我可以做WooCommerce外掛 如果我想叫WooCommerce外掛 是一個廢話門 廢話門就是一個外掛的外掛 所以 另外一個是feature 但是呢 在現代的Software Engineering 那就是很差的東西 那有什麼可以解決 或者舒緩的問題呢 那就是洗手洗手洗手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聽到沒有 所有你的Data 在入DB 或者顯示出來之前 必須應該要Sanity 或者Escape 你這個無論是寫外掛 自己改PHP Code 或者你寫Field 都應該是這樣 那你確保 不會有些奇怪的東西 在不同 不是你的途徑進來 但是由經理出來 導致一個奇怪的流動出現 另外呢 就是你用所有PHP Function 都會有特P底線的版本 如果有的話 就不可以用特P底線的版本 就不會用原始的版本 為什麼呢 剛才說過了 PHP的版本 可以由5.2.8.0 你用到那個功能夠有漏 或有漏的版本呢 那最好用特P 另外會有哪個Data 可以幫助你解決這些 簡單的會用到Sanitizer的問題 有興趣開啟的話 便可以用 有一個又有Handbook 在這裏 即是又有KinZoo Plugin Security 有興趣去看看 那作為細胸那位 有些什麼可以留意呢 不用的外掛就記得關掉它 為什麼呢 外掛剛才說有兩個功能 一個叫Hawk 一個是API 你關掉它之後 基本上就沒有了 但是又不是說 我關掉它就不用理 最好不要 為什麼呢 你一個安裝座 但是Disable了外掛 又要更新的 它也能夠進行 Dinstall Hook 所以就是 你真是不會的 那就等它了 變成了你 不要留下期待 留下自己的信用 另外就是 如果你有少許技巧 你可以留意一下 你的Putin 裝完之後 寫了什麼Data 因為它 剛才說 安裝Hawk的時候 就可以是 它可以增加一些 Table在Db 但是它 Uninstall的時候 它會不會留下這些Db 那很多時候 可能是沒有的 但是這些情況 就要 可能你有少許Db的知識 去看看它是否 它是否 它是否執手備 走的時候 這個是超重的大佬 有一個Wordpress Data 不好意思 那就沒有時間了 大家都不會想聽 但是我去說 你看到這隻字的時候 就留意 這個根本就是 Dia無倫合的 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買我的DLC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要說 這個左邊 我們幾個目的 Closed-up pull request 是220個 有什麼類似的 很奇怪的 Wordpress API 很奇怪的 整個Document 都很廣播的 很低能的 就是這樣關我的事 可以分享給我 但是今天沒什麼時間 有興趣 就 歡迎我來 我們結合給我們 我們 今天我們聊一下 有什麼時間 謝謝 歡迎邀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咯 你好 好 OK,所以首先,你講一下這個表演是很好的題目 你是說五年這個開發的大模拟,你好像是一個遊戲的模樣 現代的開發環境,就是說你一開始開外話就是用Block Editor 你不是不用你Metaposser那樣的 但是這些位置是很服的,你要剛好找到一個正確的文件 或者這麼多個對民同黨才可以避開個服,所以剛才我分享了一些連結 希望大家避開這個服,當然你可以找個社群網站去討論大家 開發的時候,應該要用什麼幫忙打開呢,就可以避開一些比較避難的 Thank you,謝謝